是漫威队长温文尔雅的礼品店员 一觉醒来竟身处几百公里外 还被邪教组织追杀 身边更是灵异事件频出 最终发现他的身体里还住着另一个人 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月光骑士第一集 故事一开始 一名双手戴着手镯 右手有天重纹身的神秘人 似乎在进行一个神秘的仪式 他先是用中指沾水绕杯壁一圈 再把水喝掉 然后把玻璃杯敲碎 把所有的玻璃渣全倒进鞋子里 紧接着仿佛没事人一样 穿上了满是玻璃渣的鞋笔 如此古怪的人便是本剧的大反派 邪教组织的领袖亚斯哈斯 而且看起来 这似乎是他每天都需要精力的仪式 而另一边 我们的男主醒来 掀开被子 男主的脚被锁在床边 但他一点都不惊讶 可见男主也不是啥正常人 通过男主的自述 我们得知 他似乎有梦游的毛病 一旦睡着他的身体 就会自己行动 为此他将自己锁在床上 还在床周围撒满了沙子 以检测自己是否晚上起夜 接着他还在出口的大门处 贴上了蓝色封条 每天早上 都要检查是否有被动过的痕迹 看他的表情 应该是对结果很满意 接着 男主一边打电话 一边投喂心爱的金鱼 通过对话和特写 我们得知男主名叫史蒂文 格兰特 而他养的这只鲸鱼 只有一个鲸 大家注意这是谷笔 后面要考 在车上 男主困得站着都睡着 其实仔细观察 我们就能看到 男主厚厚的黑眼圈 再结合男主的话 他因为害怕梦游 所以经常不敢睡觉 而这也让他白天 一脸疲惫的样子 画面一转 史蒂文来到了 他上班的地方 伦敦的某所博物馆 一进来 史蒂文就在和一个 来参观的女学生 侃侃而谈埃及的历史文化 让人以为 他是博物馆的一名讲解人 但实际上 史蒂文只是 博物馆礼品店的一名店员 还经常遭受 领导同事的欺负 虽然的史蒂文 白天遭受白眼 但是他的温和 还是吸引来一名女同事 邀请他明晚共进晚餐 并且史蒂文晚上 还会搂心头半眼 雕像的演员 谈心说话 还会帮他索要小费 可见他心地善良 为人热情 可就是这样一个 平凡的老好人 他的人生 即将迎来巨大的转变 夜晚 史蒂文由于害怕梦游 变得不敢睡觉 他想方设法地通过听果 看书让自己集中精神 这里解释了 为什么史蒂文 知识援博的原因 然而最终史蒂文 还是不敌困意睡着了 可下一秒 当史蒂文再次醒来 他正身处一个 完全陌生的地方 自己还受了轻伤 嘴角鲜血直流 并且史蒂文还发现 脑子里有一个声音 在对自己说话 说让自己把身体交给马克 他转身一看 却一个人也没有 同时他还在自己口袋里发现一个神秘的金甲虫 这都让史蒂文 倍感困惑 可还没等史蒂文理解情况 就有两个持强的陌生人朝他设计 脑中的声音让他立刻逃跑 轰蒙之下 史蒂文只能照办 跑了一会儿后 史蒂文来到了一个小镇 恰逢此时 小镇正在举办某种仪式 一个长发中年男人正在展现某种神迹 而此人正是聚集开始出现的 邪教神棍亚瑟哈罗 很快 亚瑟展现了他的神迹 他能通过触摸他人的双手 来审判他人是否有罪 而审判结果 则通过他右手的纹身显示 如果纹身持平颜色不变 那就说明此人无罪 但如果颜色变红 就会背叛有罪 并被夺去生命 一位自愿接受审判的老妇人就被判有罪 虽然老妇人声称自己从未犯罪 但哈罗却表示 他相信老妇人确实是无辜的 但也可能是他未来犯罪了 所以他还是有罪 于是老妇人被当场夺取了生命 史蒂文还没从老妇人被杀死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之前追杀他的两个陌生人赶到 并向哈罗汇报 他们提到史蒂文搞砸了交易 还表示人肯定就在这里 哈罗听闻当即说了一句 只有当地人才听得懂的方言 让大家跪下 史蒂文由于听不懂 下跪时慢了半拍 被当场发现 哈罗向史蒂文索要金色甲虫 不明所以的史蒂文本打算交出金甲虫了事 但怪异的事发生 史蒂文的身体仿佛不属于他一般 死死拽住甲虫不愿交出 还当即拔腿就好 哈罗健壮立刻让手下抓住史蒂文 被围住的史蒂文面临绝境 却突然双眼一飞 眼看就要输去意义 可下一秒 之前围住史蒂文的人已经全部倒地死亡 只有史蒂文还站着 而他握住金甲虫的手还沾着鲜血 似乎这几人都死于自己之手 完全猛逼的史蒂文只能抢下一辆蛋糕车 夺路而逃 而敌人也很快追了上 其中一人还跳到车上 企图从后面阻止史蒂文 然而刚才的晕眩感再一次性 下一步 史蒂文发现自己手里有把枪 车上似乎经历了一场战斗 挡风玻璃全部碎裂 刚才袭击自己的人也倒在了车厢中 虽然史蒂文没搞清楚状况 可敌人似乎不愿给他思考的时间 又有两辆车企图一左一右包架史蒂文 这时眩晕感再次来袭 一个分场之后 史蒂文惊讶地发现 自己居然在倒着开车 并且刚才包架自己的其中一辆车 也已经被干掉跌落悬崖 但是已经被吓傻了的史蒂文 开始停下了射 从仅剩的一辆车上 下来两个敌人持枪企图干掉史蒂文 可就在这时 从山顶滚下两根圆木 将两人砸下身 这惨状把史蒂文吓得从床上惊醒 没错 刚才还在被追杀的史蒂文 从床上醒来 看着自己熟悉的房间 他以为刚才是在做梦 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先是自己的毒气 金鱼居然长出了另一步棋 显然金鱼被人吊放了 接着就是他去复约时 发现那已经是两天前的事了 自己居然失去了两天的记忆 史蒂文还在家里发现了一个暗格 里面藏有一部手机和一把 不知道用来开启什么的钥匙 翻看电话里的未接来电 史蒂文发现一个叫莱拉的人 频繁打来电话 渴望知道真相的史蒂文打了回去 电话很快接通 但对方开口就称呼史蒂文维马克 并且还质问为什么几个月不联系他 还有为什么史蒂文的口音变了 而当他听闻打电话来的是史蒂文后 就挂断了电话 史蒂文本想继续打了回去 可脑子里忽然传了一个声音 让他不要追查下去 并且房间还剧烈的震动起来 史蒂文吓得逃出房间 冲进电梯间想要下楼 却在电梯里看见走廊出现了一个 恐怖的白色巨大呼楼头 史蒂文想要关上电梯门 可那个呼楼头却快速封进电梯 史蒂文吓得跌坐在地上 可他却发现进来的却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 老人看着奇怪的史蒂文反而觉得可疑 在送走老太太后 史蒂文松了一口气 可当他回头却发现白色骷髅头就在坎 史蒂文当即放出了惨叫 可他回过神来却发现 自己正在平日上班的公交上 因为刚才的古怪行为 让周围的人一阵嫌弃 史蒂文以为自己又在做噩梦 可下一秒 他就看到昨天的白色骷髅头 就在马路旁看着 并且被路灯划过就消失了 后不担心 史蒂文还在博物馆 遇到了追杀而来的哈喽 哈喽告诉史蒂文 他信封的是埃及神之一的阿米特 是古埃及神话中 一头拥有恶鱼头 狮子上身 和马下身的怪物 传说人死后会被审判 如果有罪 心脏会被阿米特吃掉 阿米特代表了真理 公平极致许 哈喽通过触碰史蒂文 发现他体内拥有不止一个人格 为了不打扫惊蛇 阿罗等到晚上 才放出一头怪物 来追杀史蒂文 走投无路的史蒂文逃到了卫生间 在卫生间里 史蒂文发现镜子中的自己居然活了 还让他把身体交给他 说他可以保护他们脱离险境 紧急之下史蒂文只能妥协 下一秒 史蒂文的周围出现了各种埃及图腾 无数的铺条出现包裹着史蒂文的身体 就在同一时间 可怕的怪兽也不能而入 朝史蒂文哭了房间 镜头转向厕所外 伴随一阵巨响 厕所里似乎爆发了激烈的启动 亦想不到 怪物狼狈地冲出来想要逃走 却被无情地偷回厕所 月光骑士第一集 就在白色装束的史蒂文的注视下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